好,各位同學,我們剛剛已經畫完眼睫毛部分,耳環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幫整張作品做一個收尾的動作 那我們色票啊,已經用不到了,我們就可以先刪除掉 好,那現在開始呢,我們要開始增加我們的收尾,要增加一些氣氛 那我們在線稿上面,我們新增一個新塗層,屬性調成綠光 好,這邊的收尾動作,我們可以用重疊,綠光,螺光,強光都可以 那我這邊使用綠光來做個收尾動作 好,選好之後呢,顏色選為淡藍色,然後用油氣筒倒下去 好,倒下去的時候,整張畫面會顯示非常亮,這個不用怕 我們要降低透明度,大概30就可以了,30 好,那我們再點選橡皮擦,我們要開始修,把一些地方,不要的地方先擦拭掉 好,讓整個就是綠光塗層啊,有市有在包圍頭髮的地方 好,其實做這個新增,這個綠光塗層啊,它的做法其實就只是,呃 讓外圍顏色的對,包覆整個頭髮,它其實用處大概是在這邊 好,那我在這邊,我再新增一個圖層,我選擇重疊,我為什麼要選擇重疊? 我要幫整個,齁,齁,齁,頭髮,頭髮後半部呢,給它加量 加點,齁,氣氛色上去 好,如果太,太亮了,你就用橡皮擦,齁,30,差不多30,透明度不到30,然後把它擦拭掉 然後呢,我們要在,我們的頭髮2上面,新增一個,要在臉部底下,我們要畫什麼? 我們要畫,齁,脖子這下半部的,那個,氣氛色 好,那我們拉回來 來 然後呢,選擇紙加水,齁,把這邊的顏色帶進來,帶入,齁,輕輕的就可以了 好,那我們開始呢,要幫,然後呢,我們做完這個之後呢,我們把整個圖層啊 全部都合併 全部都合併 变成这张只剩一个画布 好 那我们开始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合併呢 因为当图层多的时候 很占记忆体 那我们会使电脑会很lag 那我们就先再新增一个图层 属性选择重叠 要帮整个上半部打光 在这部分呢 我们都可以随意去加它 只要颜色不过于太跳 那都OK 带一点粉红色 冷暖色运用 然后再新增一个 我这里我就选择绿光 好 我们加些细微的亮面法师 因为这边有受光面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要增加一些 好 加一些亮面法师 加一些亮面法师 那我们再新增一个 这边的属性随意你加 不一定要照着社长 现在的属性去做 因为这样子你们一定会错乱 只要你们记住 绿光重叠正常 这三个先来做一个搭配就好 在处理这张的时候 就重叠绿光 或者是预设值 或是正常 都可以 那我现在为什么要新增预设值呢 我们开始要来帮怎样 我们帮头发做一些 细微的处理 增加一些 比较大一点的笔注的那个法师 哦 這開始畫些細微的 頭髮越雜亂越好 讓他的自然度是有的 然後呢我也可以加一些粉紅色的髮絲 讓顏色上是屬於有比較豐富的 層次會比較多 好一樣繼續增加一些亮面髮絲 好 然后这边的法师前面这边亮面法师有点粗细啊有点粗 把它再擦拭掉一些 那个那个重叠在这部分的涂层啊我再加一些蓝色上去 然后呢我要画一些很亮面的法师上去 好 由于时间很赶所以我们 会用些比较 我们要很细腻的笔触来完成 这张作品 外张图是需要时间就是慢慢的去跟他 培养 所以我们时间就是 4堂课 4堂课完成人像很赶 在外面上课的话 我们都是以6堂课完成一张 好 那我在这边 预测词上面我再新增一个 然后调整绿光 加一些颜色上去 叠叠 下一点 好方 这边的线稿啊 我们可以就是 看个人 有无要保留看个人 那有些人想要追求的说 我想证明说我这张图是用画的 那就线稿你可以保留 那有些同学觉得说线稿很爱眼 那我们也可以把那个 我们的线稿 呃 就是把它擦拭擦拭掉 看看看看个人 好 那像社长我啊 是习惯将线稿就是 擦拭掉 这边的线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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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加深一点 然后更有立体感 好 再新增英格 好 社长我都会习惯用很多个图子 属性去 去修他 看整体的感觉 嗯 加带 加点 好 我们这样子 画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 做一个 存档的动作 000 命名000 好 命完之后我们打开PS 那我们要做一些 一些 滤镜的特效 我们要做一个 做一个 什么 想做一个 的